春风吹 战鼓泪 大哥走落怕过谁 大家好 我就是又怂又爱看格斗的银掌柜 近日 足球名将 39岁的AC米兰球星一部 近日接受了Discovery家的采访 期间瑞典神塔被问道 如何看待篮球巨星勒布朗 詹姆斯等知名运动员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在社交平台上参与社会政治问题 一部对此并不认同 他认为 运动员该干好自己的事 政治问题就交给政治家去解决 一部当时是这样说的 詹姆斯是现象级的 但我不喜欢 在某些领域有一定地位的人谈论政治 你只要做好你擅长了就行了 我踢足球是因为最擅长踢球 如果我是个政治家 那我就去从政了 我觉得这是名人觉得自己成功后 会犯的第一个错误 我认为最好避开这些问题 做自己擅长的事 否则你就会冒着做错事的风险 在被问到此事后 詹姆斯也是对记者说 无论何时 我都不会对那些错误的事情 默不作声 因为我是社区的一份子 我的学校中还有三百多个孩子 他们所经受的布公我都知道 他们需要有人把这些说出来 所以我要为社区和学校的孩子们发声 去声讨那些种族歧视 社会不平等 和选举中的布公 我用自己的平台和声音 去努力照亮社区中 乃至这个国家 甚至是世界上那些阴暗的角落 我永远不会执着眼于体育领域 因为我知道我的声音足够强大 伊布的那些言论有些滑稽 因为我记得他在2018年同样讨论过政治 他说自己遭受到了歧视 因为他的姓氏对瑞典人来说是一个外来姓氏 所以他觉得自己在瑞典国内遭受到了种族歧视 我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的言论都经过深思熟虑 所以伊布这次选错对象了 因为我向来都会提前做功课 今日詹姆斯也是再次更新自己的动态 一次再度回应足球球星 兹拉坦伊布拉西莫为奇 他在状态中晒出自己家中墙上的标语 还配文道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这句标语正是詹姆斯宣传广告词 我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 最后UFC名将科尔比科温顿 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对詹姆斯进行了炮轰 并且抨击詹姆斯十分虚伪 要知道老詹从出道以来 一直是一个情商和为人都排名联盟前列的球员 无论是对于媒体还是球员朋友们都很好 这也是他能作为超级巨星的理由之一 而在科温顿的社交媒体上 则是对詹姆斯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你就是中国的傀儡玩偶 你通过玩儿童游戏和谈论社会正义 赚了几百万美元 却仅仅只付给血汗工厂的中国妇女几分钱 让他们生产你的产品 软淡 此次事件不断发酵 一定会对詹姆斯的风评产生影响 可温顿的发言自理行间 也是充满了对詹姆斯的攻击 不知道球迷朋友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又从又爱看格斗的银掌柜 我们下期再见